歡迎收看 爸媽總很大 聽子搖溝通 每個人都需要朋友 不過做家長的您 會不會為自己家中的小孩 在成長的過程中 交不到朋友而感到擔心呢 小時候人緣不好 長大人緣會改善嗎 今晚我們的主題 現代家庭普遍小子話 造成父母對孩子過度闖溺 而孩子總是一個人看電視玩玩具 因此在學校造成不懂得和同儕相處 導致被他人誤會身心太過驕傲 而不願意和他做朋友 甚至排擠他 久而久之 孩子就討厭起上學來了 兒童福利聯盟公布 兒童專線來電分析報告 分析去年的有效來電 發現孩子最煩惱的事情是 被同儕排擠 纏連六年的冠軍 根據統計 32.4%的兒童主數 自己被同學排擠 或因找不到歸屬或信任的團體 而感到困擾 在兒童校園霸凌者現況調查報告 都指出 超過八成的孩子 都有與同儕排擠某人的經驗 你的孩子總是悶悶不樂 在人際關係上 無法獲得幸福感嗎 除了課業成績的關心外 父母在孩子的交友上 可以放上什麼忙呢 孩子沒人緣 爸媽好擔心 今天就來說明白 在一個團體當中 不論在團體是多大多小 被排擠 的確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滋味 我們就來聽聽 我們現場的一些朋友 他們有曾經被排擠的經驗 我們第一個問題 就問所有的觀眾 在你自己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的人緣差 曾經被人排擠 交不到朋友的 請答是 你認為自己成長過程中 曾經是被人排擠 而交朋友有困難的 十九位家長跟二十六位同學 十五號家長 你生活中被排擠過嗎 排擠啊 有 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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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的時候 因為 不會讀啊 不會讀書的時候 就被一些 同學排擠啊 排擠 你成績不好被排擠 對對成績不好 還有太 太調皮 太 我以為這長得像蠟筆 小心所以被排擠欸 太可愛了啦 就是 排擠的滋味是什麼 就是 感覺到就是 好像 沒人要 沒人要 因為你在 全班 或是說 在全 在家裡 都是好像很孤獨 很孤獨的這樣 老叔又 有時候又不會疼我 家長又不懂得 疼愛我們 然後就 好像得不到一個溫暖 旁邊這位十四號爸爸 看你滿臉笑容 人緣應該不錯吧 對不對 所以你小時候 沒有被人排擠過的經驗 沒有這經驗 因為 事實上 小學的時候 功課還可以啦 所以說 儘管是調皮了一點 但是 人緣還沒有太差了 所以說 同學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幫他們解決啊 所以 那個 人緣沒有太差 好 你們兩位是截然不同的例子 我只問一個問題 其他問其他朋友 小時候人緣不好 長大人緣會不會好 你現在的朋友多不多 我們來聽聽我們現場的朋友的 來吧 錢小姐 妳的人緣如何 我小時候人緣很差 現在呢 我現在人緣還不錯喔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有差別的 因為小時候 你可能不懂得看臉色 不懂得怎麼樣跟人家人際關係交 小時候差到什麼樣 舉一個例子 我小時候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沒有一個女同學是喜歡我的耶 因為太高嗎 沒有 那時候 高其實有原因 但是身材沒有很好啊 我國中的時候都還沒有發育 所以應該是不會遭到女生嫉妒 可是我國中就 發育太好會遭人嫉妒 身材太好會遭女生嫉妒 譬如說胸前比較偉大 或者是前凸後翹 或是腿長 真的會讓別的女生 話題扯遠了 對 講一講妳國中的時候 為什麼妳覺得會遭人排擠 我記得我那時候個性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像男生 所以說我都很喜歡戶外運動 譬如說打躲避球 打籃球 或是打羽毛球 我就是很喜歡運動 可是我們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歡在室內 她們都怕曬太陽 所以我只要下課 零一響十分鐘之內 我就是跟同學 男生衝到籃球場 就打十分鐘的籃球 所以我跟男生同學感情都非常好 因而就是這些男生 有些女生是喜歡他們的 所以女生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可以跟這些男生這麼好 然後妳好像好奇怪 為什麼妳都跟男生好 不跟我們女生好 所以特立獨行的人 對 特立獨行的人 所以我就變成被孤立了 那我也覺得說無所謂 因為我那時候也剪一個過腹成頭 自己都覺得妳知道 所以就覺得自己就根本是個男生嘛 所以沒有這些女生同學 我也不在意 我也跟男生就玩得好開心 不在意 是妳整個國中度過的經驗 所以妳覺得被排擠 並沒有什麼痛苦的滋味 我覺得沒有什麼 是看自己怎麼想 好 妳就問其他同學 2號 妳是有被排擠過嗎 確述一下 對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是 男同學都不是很喜歡我 但是女同學還滿OK 同樣例子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胖 然後臉很圓 然後就是可能長得比較醜吧 所以他們就是 可能我經過的時候 他們就會 賽郎來了 那個人會帶賽 不要接近他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都會 只要我經過的話 沒人緣交不到朋友 被欺負都成家常便飯 妳三地人耶 為什麼要用湯匙吃飯 妳應該 然後有的是最慘 最慘的是 我在二樓 三樓有人很大聲地喊我見貨 像朋友如果投籃球 不小心就是籃球 跑到我這邊來 我只是好意想要去 撿回去給他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妳好髒 妳摸過東西 我不想要碰 都沒人愛 妳是有被排擠過的嗎 去述一下 對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是 男同學都不是很喜歡我 但是女同學還滿OK 同樣例子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胖 然後臉很圓 然後就是可能長得比較醜吧 所以他們就是 可能我經過的時候 他們就會 賽郎來了 那個人會帶賽 不要接近他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都會 所以因為外貿的問題 應該是 那女朋友們 女同學的話 就都還好 可能他們就 個性比較善良 那妳那時候會不會 心裡感覺有點自卑呢 那時候還滿自卑 然後就是個性上 會比較退縮 本來我是一個 還滿愛表現的人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就會變得比較冷 對很多事情都看很看 然後變得比較冷漠 然後就變成說就是 好像不是很在乎這件事情 但其實心裡面很難過 好 我們看到兩個條件了 特立獨行跟外貌 三號妳呢 我 我常常就是會被人家講閒話 就是一些沒有的事情 然後別人都會一直講說 都是妳做的 都是妳做的 然後別人都會討厭我 因為有我講話比較直接 那我講話不會經過大腦 就是可能我覺得 我講這句話沒有怎麼樣 但是會傷害到別人 就像說 那妳形容一下旁邊的二號 妳會怎麼形容它 妳會有很直接的語言形容它嗎 嗯 其實 妳的遲疑對方來講 這已經是不太高興的事情了 那我沒有任何能夠讓妳有稱讚的字眼 來形容它一下嗎 嗯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講稱讚別人的話是很噁心的 所以我就是很少去稱讚別人 那反而說我開玩笑講說 妳腿有點粗 那可能我覺得 我覺得說我只是開玩笑 但是對別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我自己不知道 妳很喜歡拿別人的外型開玩笑 嗯 國中的時候啦 就是 譬如說同學有頭皮屑 那我就會說 欸 妳有頭皮屑 然後旁邊同學就說 妳這很白目耶 然後就會 可能就會討厭我什麼的 就是說妳講話都這樣子 所以妳傷害人 所以朋友不願意跟你接近 對 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 所以妳是毒蛇派的 五號妳呢 我發現我沒人緣的時候 是我國中的時候 那我中午要吃便當嘛 那同學就會說 在旁邊就會說什麼 妳三地人耶 為什麼要用湯匙吃飯 妳應該用手吃飯吧 那我就會覺得很難過 妳在哪裡讀的學校 桃園 桃園 所以妳遭到一些不懂事小孩子的 開玩笑 對 然後呢 其他的朋友呢 交友旁邊還有什麼呢 困難 因為我都太安靜了 所以人家跟我說話 我也不會理人家 那我也不會想要去跟別人 就是互動這樣 妳害羞嗎 對啊 以前很安靜 我小時候 妳們講一下妳自己 那時候交不到朋友 是什麼感覺 就是很難過啊 就回家都會偷哭 好 我們聽聽一位男孩子的 那麼好笑嗎 我沒有人緣的是在國中的時期 本身是原住民 那時候原住民比較容易被排擠 因為兩位都是原住民 對 我本身個性比較內向 溫柔 然後比較偏女生這樣子 然後很多男生都排擠說 哎呦 娘娘腔啊 不要跟他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都會偷偷哭 就是說很自卑在那邊哭 就說為什麼會這樣子被撐 娘娘腔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 你們覺得原住民的同學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的確會有遭到 其他族群的排擠嗎 在妳的認為 我認為 有一些會被排擠 他們什麼樣的方式排擠你 就像說原住民不要跟他在一起很髒 然後一般就說 都不洗澡的 去河邊洗澡的 然後去抓蟑螂的 然後什麼燈之類的樣子 就是一些 讓我們就是覺得說 有受創 有那個陰影在 對啊 你這不是二十年前的事吧 你看起來年輕 沒有 就是 我們那時候 比較偏 偏僻 對啊 旁邊七號有你同學對不對 你跟他什麼時候同學 在國中 國中的時候 你幫我形容一下 他國中時候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生活 就算比較孤僻一點 就比較不會親近人群 是來自於你們的歧視嗎 我們的歧視不會 因為畢竟我們跟他 有幾個 就是比較小團體的 都會故意去親近他 你有挺身相助嗎 比較不敢 因為 那你今天做這個幹嘛 不會 不會 你有沒有幫助他 幫助他是 感覺到他的孤僻 你有幫助他嗎 就是會比較想要接近他 跟他聊聊他為什麼 你怎麼聊吧 後來你覺得他的原因在哪裡 原因是 就是比較像女生 然後又加上原住民的關係 雙重的誤解 對 只有你看清事實的真相 我是覺得啦 你具有偉人的眼光啊 對不對 所以回想起來 你的國中生活快樂嗎 非常不快樂 五號你呢 我是在國小 那我國小就很不開心 就每天過著很憂愁的日子 只有錢帥君很開心 對啊 我覺得我真的是出線條的人 就是對於這些不開心 我都會想說那就算了吧 沒關係 反正沒有這個我還有另外那個 對啊 所以我比較不會像他們這麼憂愁 我覺得每個人對於這種的感受 承受度不一樣 張老師 我們是不是談到了一些 所謂在成長的時候 校園排擠的這種 約略的看出幾個特徵了 對 沒有 其實 舊人調查過啊 就是你人生如果可以重來 最不想經歷過就是國中時期啊 為什麼 因為國中時期就是 有些人會很喜歡用言語去傷害別人 可是他就覺得好玩 他不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種時期 就是最明顯這種時間 所以其實通常最容易被 所謂那種什麼 夠狼玩的時間啊 通常都在國中的時候 因為高中的時候 你比較有 開始有自主意識 比較不會那麼在乎別人的看法 我們來聽一些家裡的例子 12號開始 12號 你的 在成長的時候 有哪些事情 讓你記憶 你被排擠的樣子 我記得有一次啊 就是在分組的時候 就是國小國中啊 不是都是會有自然課或家政課 然後分組這樣子 然後自己常常就是 自己也是不太主動 然後都是跟那些Q藍三的在一起 就是 然後就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就是我旁邊這個 就是長得這樣子 然後右邊很胖胖的 那我覺得我還蠻正常的啊 那為什麼會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就覺得說很不可思議 你排斥他們 你排斥他們 那個時候不是我排斥他們 是覺得說 自己就是 因為很多次喔 很多次這種樣子 就是分組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分組 都沒人要 然後所以就想說 應該是自己有問題 所以後來你自己有想過 你的問題在哪裡嗎 我比較孤僻 而且那時候我就是 自認為自己很成熟 我反而覺得說是 那些就是 會手牽手去上廁所的那些 那些女生是超幼稚的 對啊 然後 你覺得別人不如妳是 對 我覺得說 你們在幹嘛 而且下課就只有 十分鐘的時間了 你還要那邊手牽手 過來勾去上廁所 累不累啊 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要這樣子就是手牽手 我會覺得稍微 也有一點幼稚 對 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女生的朋友 所以我上廁所 去買便當 買零食 都是我自己去 因為也沒有男生會陪我 可是我就覺得說 好像沒差啊 只是說有時候真的有一點心情 不開心想要找人家抒發 因為女生會講一些八卦抒發 我好像就沒有人講 我就會覺得 這時候好像有一點空虛 可是當這一秒鐘過了之後 我又開心去打籃球 我就沒有這個想法 所以就很開心的 也把國中就過完了 12號妳是一樣嗎 雖然有點在意 但是也不是那麼在意 她們也找不到朋友 妳覺得比她 我覺得她說我一個人 排斥她們全部 彭問問看妳的家長 爸爸 講一下妳的女兒的情況 因為她可能 爸爸都是以前跟別人一起 派擊別人的 因為可能她在國小的時候 可能就是 練的學習比別人家多 比較多 為什麼一直轉來轉去 因為為了工作的關係 她已經國小已經練了四個學校 這樣子 可能這樣子 可能到學校的時候 只有跟 跟教育局叫做朋友 所以轉來轉去 然後呢 那就是這樣可能養成 她比較孤僻的習慣 因為到一個新的環境 可能會受到排擠 你有注意到她這個問題嗎 因為之前我是 比較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現在她講我才知道 所以你有回家也問她 她有沒有朋友 你有問過她這些問題嗎 在她國中國小的時候 沒有 你在幹嘛 你在應酬 爸爸不關心 為了生活在上班 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談了 應該檢討你爸爸對不對 應該是的 如果說國小會造成他 你看你國小你的工作造成他 照顧到固定的朋友 然後你又沒有陪伴他去尋找朋友 你根本沒有理他 對 應該是我要負責任的 好 我們今天這本書 不會送給你的 我們送給你 對 我們有一本書 繞中家長 其實如何來協助跟他們了解 也是我們節目錄的 第一集的一個精華 我送給你的女兒 回家跟爸爸共同分享一下 如果還來... 如果還來得及的話 旁邊的13號 說說看你的情況 像我中午如果睡午覺 然後同學無聊 就會拿一張紙在那邊畫符 畫那種廟林那種符咒 然後貼在我背後 然後等我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人看 就會有人看到 然後就會指指點點就這樣 然後我就會發現 然後我就問說是誰 然後都沒有人 半個人要承認 然後我就不爽 我就會生氣這樣 然後就生氣 就把那樣子丟垃圾桶 就過而去就這樣 對 小時候人家喜歡作動你 對 就是譬如說桌子拿美工刀 在那邊刺動 然後就問 然後也沒有人要回 為什麼大家喜歡作動你呢 講話就不經大腦 譬如說人家在聊天 然後就不知道 沒有頭沒有尾 中間有人在講你 然後我就會去插話說 就是插話 然後... 以插話插得很...很怪異 對 就是... 我們叫做很白目 誰用這個字 剛剛哪一位 好... 那她用了她的責任 我腦袋有小但我不敢講 不過我問一下媽媽好了 因為她很開放又很活潑 就像我跟你講話 她沒聽到講什麼 她會插話下去 然後她都很衝就對了 她也不是故意的啦 你問你的小朋友就說 你幹嘛要這樣講就這樣而已 那所以你有去... 知道的問題有去幫助她 或者是跟老師去溝通嗎 我有跟老師溝通 可是她回來我有跟她講 我說人家在講話的時候 你要等人家講完 人家去跟人家講 這樣才不會惹朋友 讓人家不高興的 我就有去問同學 然後我就有聽同學的 然後就還是有改 可是過沒多久就忘了 又開始犯了 就突然... 又開始犯了 然後同學就說 你怎麼講都講不聽 再講還是一樣 就乾脆都不要講 所以你的講話很容易得罪人 對 那後來到了國中以後呢 有比較好就是 譬如說人家在講話 就故意不要去跟人家插話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這樣子 等他們講完 我再去跟他們講說我要講話這樣 可是這樣子會不會把你自己 限制得太嚴了 你反正跟我... 像你現在跟我講話 你好像很謹慎 對 他是很謹慎 我發現你講話 刻意地在思考你要說什麼 對 可是這樣子舒服嗎 就會不舒服 不太舒服 談戀愛的時候有點困難 對 你不是老是在思考啊 所以楊醫師告訴我們 光這兩對家庭 您看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會這樣分享 其實尤其父母親 你要知道會要淺移默化 這四個字的重要性 以我自己來講 我小時候其實被人家取 外號叫大頭 然後同學來經過的時候 就會唱歌給你聽 大頭大頭 下雨不醜 人家有閃 我有大頭 我媽媽就跟我說 人家說大頭沒關係 這個頭大聰明啊 你會釋懷 所以我想真的 如果你現在適當 在這一段時間很重要 小朋友他很需要被肯定 被認同的時候 你陪著他去轉換心情 他度過那個 他的自信心也會堅立 也重新 難道父母親每天回家 要問朋友 小朋友你今天交到幾個朋友 你今天有朋友 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另外一個東西 這是頻率不是問題 方式是問題 時間 我想現在科技很進步 簡訊也是一種好方法 Email也是好方法 不一定要面對朋友碰面 好我們再聽兩位朋友的意見 14號同學 我被欺負是國小開始 國小 就那時候常常 就有一次四年級的時候 書包莫名其妙被盜了墨汁 然後整個都黑黑的 然後很難處理 然後上國中 情況反而也沒有改善 然後就是被別人取名叫 那時候就是內分泌旺盛 長很多痘痘 然後就被別人取作痘豆腐 然後別人還用美工刀畫我的書包 畫我的書包 然後在我書包上面寫 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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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 然後就讓我覺得很受傷 旁邊的13號解釋了他的原因 你的原因你覺得呢 我的原因是因為我個性吧 因為我個性有點懶散 然後又有點軟弱 就是別人跟我要的東西我都不會拒絕 你是同學覺得你好欺負 對對對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那你真的就是逆來順受這樣子吧 其實有時候太過分我會反抗 有一次他們就在美工刀那邊揮來揮去 然後揮到我 然後我就整個人不高興 他就直接說 就是想要打 或你一反抗可能就很火爆了 差不多 逼到最後關頭了你已經 差點把別人打受傷 所以你是個不定時炸彈的 其實在裡面 其實也是被逼的 我知道平常小時候個性就很軟弱 比較溫吞 所以說我那時候 從國小一年級到國小四年級 我都天天陪著他去上課 你陪他上課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也是很怕他被人欺負 你什麼時候第一次發覺有這個過濾 在唸幼稚園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比較 怎麼講 不會去拒絕人家這樣 好像就很 你是真的知道這些事情 還是你的想像 我或許是記得做家長的擔心吧 但是 事實上後來我陪他的感覺 成長這樣成長上來的結果是 在生活上碰到很多問題 其實他覺得這孩子怎麼那麼落落 還叫他去練跆拳 我說你長那麼胖 那東西欺負你 你就是這樣頂他 你都把他頂贏去了 你怕什麼呀你 對不對 真的 他說他除了我很重啊 有一次更離譜的時候 他的書包被人家 寫字寫什麼 斗 斗 斗斗斗斗 斗斗斗斗斗 那也就算了 這樣買個新的 也買了 買了新的 新的變化很火大了 用美工刀畫 我現在想 這個用美工刀畫 下次是畫書包 下次要畫哪裡 不曉得 所以我就 就有點 火氣就上來了 我就跑去 學校跟 請他們的導師出面 跟對方同學出來 那個對方小朋友出來 你跟他決鬥 沒有 沒有決鬥 但是我那時候穿著全身都黑的衣服 對不對 那時候他們去 他們班上同學都嚇一跳 這爸爸是不是 黑社會 兒子在校被欺負 老爸裝成黑社會 到學校為兒子出氣 我現在想 這個用美工刀畫 下次是畫書包 下次要畫哪裡 不曉得 所以我就 就有點 火氣就上來了 我就跑去 學校跟 請他們的 導師出面 跟對方同學出來 那個對方小朋友出來 你跟他決鬥 沒有 沒有決鬥 但是我那時候穿著全身都黑的衣服 對 那時候他們去 他們班上同學都嚇一跳 這爸爸是不是 黑社會 所以 你這樣子 很看不起我的 張警復 你當然很看不起他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麼這樣欺負他 欺負到告稿 這樣 今天我 今天我是出面來 他是有 有父母的人 你今天是這樣子 對他太離譜了 所以我是給他 對方的那個小孩子 一點點的那個 警惕啦 是這樣子 但是那是最最離譜的一次 我先跟爸爸講 那個處理方法 可能會有反效過 我也很怕 我也很怕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 還是讓孩子自己去解決 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我要提一個東西 就是說 給爸爸媽媽做參考 還是要了解的是 排擠別人才是錯的 被排擠他還是受害者 所以我覺得 爸媽還是最後一個 道歉 你還是要支持你的孩子 不要讓他到最後 是他回到家 結果還被爸媽笑 還被爸媽排擠 到最後他會不敢回家 尤其您剛剛一提起來就是 他很軟弱 這個字眼我聽起來 你講得很順 我坦白講 所以你可能在無形中 你在家裡 就是這麼講給他聽 所以他也自己貼個標籤 我很軟弱 父母親會調到 有一種叫做高情緒表達 三大特徵 過度的干涉 過度的保護 過度的批評 其實是很容易 讓小孩子的自信心降低 情緒很容易產生障礙 那長大之後 他反而會變成其他 開玩笑講 很容易找我來掛號的個案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這件事 謝謝 所以你現在看你兒子 你有沒有稱讚他什麼 有強悍的做過一些什麼事 有沒有勇敢的 堅強的 男性氣概 講出話就送你一本 他後來有參加那個陸隊 陸隊那個糾察隊 因為我發現 他 我去訓練他說 大聲地講話 大聲地講話 就是說面對鏡子 或面對牆壁 大聲地講話 是不是他現在可以說 可以 大聲地喊口令 這樣是最好 照我們當中專家講 你將來以後 會不會再用那兩個字 去說兒子 可以嗎 可以 好 送你 我再多插一句話 以書為證 因為軟弱另外一個字眼 是他很善良 所以你怎麼去表達 他對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為小孩子 受父母親 在座的父母親 你是他最距離最近的人 你的話他聽得很進去 所以要小心用詞 我是從國小到高中 那個國中人眼都不好 因為我本身個性非常的暴躁 火氣很暴的人 就是聽人家講話 都會 聽得出來 就馬上就生氣 只要說像幹部 班上有些幹部做不好 我也會生氣 就發飆 像是發飆之後會拍桌子 當場拍桌子 然後甚至把桌子都推倒 然後拿椅子要砸人家 怎麼會這樣子的 就不知道 憤世技術 像假如說你賣一句白目 我就不高興了 我就不爽了 楊醫師剛剛你講 老老不是對著他講 甚至更可怕的就是 我會拿那個美工刀出來 就你講句 你再講句試試看 你不想交朋友嗎 想啊 他用美工刀來跟人家交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 你是嗎 其實這個要談起來就是 我個人的延伸 我自己的延伸家 因為我們 人家說 貧窮百日愛 這是貧窮的造成一個家庭 因為我們兩個是單親 他從小四歲就沒有媽媽 我一個人要擔任兩個角色 那家裡也是很貧窮 就是我們租房子 有時候就是租了小套房這樣 這樣的生活 沒有一個優良的環境給他 沒有一個很好的資源環境給他 所以一般的負責的家庭 他可以帶幼稚園好好的培養他 一些活潑啦 或是這個興趣啦 可是他沒有 我在外面都是被一些老闆 講話太衝的話 那我也會被他影響 我就會跟他起陣子 回來家裡又看到 比如說這個氣 沒一個老婆可以 你回答他你會 就直接看到他不對那裡不對 我就罵他 當我罵他的時候 他情緒也這樣隱藏起來 去到學校他的氣 就自然就對同學罵 然後從國小到國中 社會局都介入 然後包括一些博士教授 都在開會這個 為我們父子的這件事情 所以你覺得 他是因為小時候家庭生活不快樂 所以 我的觀察是在 我們的貧窮的家庭 所造成的因素 因為政府沒有幫助我們這個家庭 所以造成 因為我是很理性者 想要愛這個小孩 想要關心這個小孩 我是很想要培養這個小孩 他找不到他好像有一個快樂感 忽然間在高中的時候 他找到一個魔術 他好像有一點魔術的 有一點快樂感 可是當魔術 又去表演了很多的地方之後 他發覺又好像又要花很多的錢 因為錢的問題造成 我們這個家庭很多的悲哀 所以變成他又找不到一個 因為護金長長為了錢的問題 他也找不到一個 你現在收入還好嗎 不好 不穩定 對 你現在朋友呢 有比較多一點 就是我的朋友就是跟我同好 興趣的 像我 你現在對朋友 你現在控制你火爆的脾氣了嗎 有 比較有控制 像我喜歡音樂啊 然後魔術這一類 你現在都跟一些同好的在一起 我們一個人的個性的養成 我們長大以後叫人格的養成 他其實這個遺傳的因素佔了45% 環境的因素佔了55% 第二個呢 在腦科學研究前是 如果您一隻手願意搭在他的肩膀上 說你很棒 那可能超過一萬塊 可能超過千千萬萬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需要的話 是這個家庭一起要怎麼接受 適當的情緒管理教育 親子教育 像我本身自己還有 自己還有割過手 用美工刀割自己的手 像真的還有痕跡 割很多刀 就是心情不快樂 就是大家都不理我 沒有人 人氣破壞都 作為你旁邊的16號 你覺得打開人緣 打開自己的快樂的心 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的經驗是什麼樣的 像我就是 盡量就是去 從事一些戶外活動 來發洩自己的情緒 不論是打球也好 跟朋友出去聚會 聊天 逛街 盡量把那些負面的情緒 帶回來這樣子 你以前是這樣子嗎 國中超瘦弱 那種瘦瘦瘦瘦瘦瘦瘦 像褲子頭一樣 對 超瘦的 然後同學就覺得我很軟弱 看起來就是 一副一推就倒的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同學就是 因為小朋友大家不懂事嘛 會拿東西亂丟 互丟 一直丟一直丟 那我當然是試著就是 就勇於表現 在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上 譬如說我喜歡打球運動 我就希望藉由打籃球 讓表現給自己看 說我不是瘦弱的 所以在班上打球 算是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給表現給老師 表現給同學看 說至少我在這方面 是我行的 我的看法認為就是 每個人都在太完美主義 小孩子也完美主義 大人也喜歡完美主義 才會造成 這個親子方面的問題 所造成 我有嘗試著 去跟班上朋友去做互動 但是我發現效果沒有那麼顯著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像朋友如果投籃球 不小心就是籃球跑到我這邊來 我只是好意想要去撿回去給他 然後他就會說 你好髒 你摸過東西我不想要碰 然後會讓我覺得很受傷 不然就是說經過我旁邊時 可能不小心撞到我一下 他就說你好髒 就故意拍兩下這樣子 那因為班上朋友這樣排擠我 導致我每天回家都一直哭 一直哭 那媽媽看我哭也很難過 有時候也會跟我開個玩笑說 你長那麼高那麼壯 你把人家壓過去人家都沒事了 什麼之類 就是類似這種開我玩笑 那我盡量就是說 能自己去處理這些問題 不要麻煩到媽媽 那我也會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運動 那學校我有參加社團和唱團的原因 那認識那邊的朋友比較多 那我也有補習 所以我是藉由這兩塊的部分 所以來抒發我的情緒 因為我是大概高中的時候 整個就被排擠得很嚴重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之前就我的座位上 從這裡被塞滿了垃圾跟衛生紙 然後當我搬宿舍搬房間的時候 我的前室有在我窗底下塞了一些有的美的 就是會 可能我躺下去會受傷的東西 然後有一次最殘 就是我在二樓 三樓有人很大聲的喊我賤貨 是因為你自己的很特別嗎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念的是音樂班 然後 那時候我是頂著主修第一名的成績進去 然後覺得 我很糗 我很屌 然後我講話又很口不責言 就是會衝 就講說 那個誰其實他情感的沒多好啊 就是講話不好聽 然後有可能被當事人聽到 那你把這些問題跟你的家長談過嗎 我不會跟家長談 因為天高皇帝語言管不到 那你自己怎麼去 處理你自己的情緒 情緒方面嗎 我會 當下可能被排擠會很難過 然後轉頭想一想 其實還好啦 就是會去想開 想說 外面也有朋友啊 然後宿舍也有朋友啊 那班上也沒有為什麼差 九號 你的朋友嗎 對 他是我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他高中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高中的時候就是 大家真的都 一進學校就是 大家真的都很不喜歡他 因為他的穿衣服的方式都 過於早熟 然後 就是 暑假來學校上課 就是都穿便服 然後他都會打扮得很 就是很花枝招展這樣子 就耳環帶很大這樣子 所以你同學不喜歡他 我剛開始也很討厭他 對 我一開始也很不喜歡他 後來怎麼改善的 後來是因為 有一次我在背後 他背後說他壞話 然後被他聽到 他就在那個部落格上面罵我 然後 因為我個人就是比較不喜歡 跟人家就是結怨這樣 然後 我就看到他罵我 然後我就 把他叫出來 然後就跟他 把話講開這樣 所以你們兩個不打不相識 對 我一開始真的很討厭他 還講一次 也沒有打 只是我們好好聊聊這樣 這位同學 你必須靠挑戰別人 然後才能把人家 把...贏回人家的友誼 有這麼嚴重嗎 他從穿衣服 然後到講話 然後到對人的態度 就是 漸漸的就是 比較不會這麼直 就會比較委婉 譬如說 人家穿衣服可能 不符合他的意 可是他就會 其實你這樣也不錯啦 但是你可以 再穿怎麼樣怎麼樣 會更好 他會就是轉委婉的方式 他之前都很直接 他都會直接這樣 打量你 然後上下這樣 然後就說 我覺得你 這衣服不好看 你沒有腰 會直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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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就是 這樣子不行 然後曾經也去問同學說 就是... 就是厚著臉皮問他說 那個... 為什麼要討厭我 對 然後他們也 就是同學願意講 然後講了會像... 就是嘗試去改 畢竟對我們那種年月來說 其實我們以後 出社會要靠朋友 好 我就問一下 像你們自己都經過的過程 其實已經... 在你們那個時候 雖然你說是不建議 但你覺得 碰到這種階段的過程的年輕人 要不要改 在那個階段 還是... 真的就是不在意他 轉移情緒 然後就讓他過去吧 其實我那時候 應該也有一點像是 鴕鳥的心態吧 就覺得今天如果女生同學不理我 那我可能就算了 可是我內心多少有一部分是在意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像老師講的 其實勇敢去面對 因為同學不喜歡你 一定會有原因 譬如說你講話太衝 或是你可能太內向 或是有時候 因為我們課業太繁忙 有時候忘記洗頭髮 可能在衛生上面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或是像同學 可能有時候 脾氣比較沒有辦法 那麼容易克制住 就是要了解到自己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再請他們說 給我一點時間 你可以現在不要接受我 可是 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我有所改變了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是不是 畢竟我們是同學 每天都要見到面 那我們就試試看可以當朋友 我就也不要要求人家 立刻就要接受你 因為我覺得這很難 因為我都已經討厭你了 要看你順眼真的好難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要給自己時間 當然也要給同學時間 我覺得那個時間過後 自然而然 如果你知道 稍微修正 也不是要你完全沒有自我 稍微修正之後 我覺得同學一定會接納你 像我們班上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 在嗎 在現場嗎 不在 不在喔 難怪你敢講 他被全班排擠 就是 可是我也不想排擠他 但是 我有跟他試著跟他講過 他的問題 然後 然後看他能不能敢 可是 到後來他還是 一樣的方法去對待其他人 然後全班還是討厭他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不能只是自己的心態上問題 可能 想法上跟行為上也要去做 但他在班上裡面 他每天孤立的 你不覺得他很可憐嗎 他會自己去親近別人 可是 其實人家不想親近他 真的 對 他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就是 白目 就人家 人家跟他講的話他聽不進去 希望他改 就是老師也跟他講過 然後他也不會去修正 對 所以你覺得在校園裡面 國中高中這段階段 人緣好都已經重不重要 要不要在意 我覺得應該在意 因為畢竟是人格養成的階段 我想我們就問全場的所有的觀眾 這個問題也很簡單 小時候的人緣不好 是不是長大 他也不容易交朋友 你同意的 請答一圈 好嗎 人緣跟長大的人緣 這是相關的嗎 二十四位家長跟十五位同學 二十四位家長跟十五位同學 因為小時候如果人緣不好 長大可能也是 因為女兒可能就不是啊 但是一般我猜應該會是 這個樣子 但是我可能我女兒可能比較另類吧 我爸爸才驚我 可能我女兒比較另類吧 真的喔 因為他出社會以後 就跟以前在學校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環境改變 人就會變 應該是 但是你 那你為什麼認為 小時候的人緣不好 長大也會交不到朋友呢 因為我是這樣子 你朋友不多 不多 你在意朋友嗎 那時候人緣也很差 所以你覺得環境改變 人緣也很差 所以你覺得環境改變 人會變 應該是 但是你 那你為什麼認為 小時候的人緣不好 長大也會交不到朋友呢 因為我是這樣子 你朋友不多 不多 你在意朋友嗎 很在意 但是 所以你的問題在哪裡 可能我自己不 我爸爸人很好 他對朋友真的很講義氣 很重義氣的人 朋友不是貨 是不是 真的是那些朋友不是貨 我爸是有情有義的人 然後他也很兼顧到我們的家庭 然後他就是因為人太好 然後一直就是被那些朋友欺騙這樣子 所以我爸爸其實跟我一樣是 我們一起來上節目是對的 你現在叫到我們該怎麼交朋友 不是 該怎麼選朋友 來 那個十六號 其實我覺得剛剛綜合上面之前講的 就是可能被排擠的原因 就是有可能體型身材 或是個性講話太直接太衝等等 那這些不斷的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年紀的成長 然後慢慢修正自己的一個 講話邏輯概念等等 那透過因為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自己慢慢的進步 那我相信慢慢的以後 你會在交朋友上面 人員會慢慢變好一點 那大家會有聽過一句話 小時聊聊大會必加 你以前可能學生時期 人員比較好 但是你長大以後出社會 就不見得就會越來越好 這是相對的道理這樣子 還有哪幾位 15號 剛剛我認為說 小時候人員不好不代表 長大人員不好 不會不好 就是因為人本身都是會改變 都會改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認同 像我今天來參加這個錄影 然後我同事就問我說 你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在看這個節目 那我就說 沒人會的小孩 然後他就想說 屁啦 你哪裡會沒人員 我說你都不知道我暗淡的過去 然後其實我覺得 真的人要跨出那一步 是需要勇氣的 在你之前 還是在封閉自己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其實出社會之後的我 就是完全跟過去跳脫 就完全截然不一樣 就跟我爸講的一樣 我以前可以打印 所以你現在是 璀璨的今天是不是 我超燦爛的 以前是暗淡的過去 還有哪一位 10號妳呢 我覺得要看那個人 會不會想趕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扭心到北京還是扭 就看過朋友就是 跟他講的 阿公沒天啊 不要鬥 然後到現在知道 還是被排擠沒有辦法 排哪一位 17號 你的髮型很有意思 謝謝 謝謝 其實啊 有些人 他明明身邊很多朋友 但是他嘴巴是唷叨著 我好孤單 我好無聊 我都沒有朋友 這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除了 除了是自己的個性以外 還有 我覺得自己應該要 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把自己 有的表現拿出來 然後這樣子 一方面給自己認同 也給別人認同 這樣子 我覺得對 朋友這方面的話 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我想交朋友 我們有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個 你不太可能萬人迷 所以第二個 你一定會去 自然我們常常俗話 叫做臭味相投 另外第二個就是我想分享 為什麼要拿一個腦來 我要用腦來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上面有很多這種紅色的 我們每一天的運作都跟這個腦有關 那你從小你怎麼被養成很多習慣 那個習慣就好像 這個往下流的 但是有一些習慣如果沒有被養成好的話 包括情緒管理的方法 包括當你聽到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怎麼去解讀 這個跟各位父母親你很有關係 我們在坊間其實包括有一些成長團體 這些很多的方式 你只要有那個心 因為去建立那個 那你也不要期待萬人迷 萬人迷常是過人玩 然後這邊有人賞聲 這邊就有人批評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個你做的事情 你有沒有自信 第二個當你在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拿這顆心 再去跟人家爭 是可以改善的 張老師 沒有 我還是建議大家不要討好每一個人 因為其實那個沒有 那個到最後是會 就像這位爸爸一樣 很重義氣 結果他的朋友很多都變成酒肉朋友 可是我給大家的建議是說 基本上來講 這很像在公司上班一樣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是好同事 可是你不見得需要跟他們變成好朋友 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所以你跟你的同學 你可以去沒有禮貌去衝他們 到最後受到傷害的 會回到你自己身上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變成好同學 但是你不需要跟你每個同學都變成好朋友 這個我是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朋友多 人緣好的人 在你們各位認為 是不是比較容易成功的人 會嗎 我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老師這樣講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 可是如果這些朋友 真的只是酒肉朋友 或者是在歡樂的時候 可以站在你旁邊 可是當你有困難 有難過 想要找人請訴的時候 他們卻離你很遠 那我覺得這些朋友 有交跟沒交等於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朋友 就像年紀越來越大 譬如說我可能現在 越來越成熟 其實我的朋友 跟我的同學 會越來越少 可是我會覺得這些朋友 是我最重要最在意的 而且這些朋友 就是支柱我 就是扶持我的 一直以來的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有他們就夠了 你呢 朋友聽他講話 朋友多好像沒有那麼重要吧 朋友多應該也有重要 還重要 有用的 有好用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朋友是要多 十四號爸爸呢 朋友我覺得 在各階段 有各階段的朋友 但是說不定 哪天用得到他們 也很難說 所以說 最重點的時候 你不要去得罪人家 十六號 其實我覺得重子不重量 就是我覺得說你 去交朋友可以 但是你不要像老師剛剛說的 去迎合別人 去討好別人 這樣的話你以外都不是人 那不如做自己 好自在 不是喔 你呢 不是喔 我贊同十六號的說法 所以你們兩個可以做好朋友 重新以後你的個性會怎麼樣 勇敢 就會比較會有自己的想法 主動 對會比較主動積極一點 我覺得朋友真的要多 因為有些像我現在有接觸 就是角色扮演 電脈角色扮演部分 那我會認識很多關於服裝上 跟彩妝造型上的朋友 那今天到我開音樂會 那實在幫我打理彩妝造型 我可以找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會幫我弄得更好 或者是幫我打個折 或者是順便可以幫我班同學弄 對啊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我們今天聽了很多交朋友的知識 怎麼樣交朋友 是你致溫料的一個選擇 送給你那位同學好嗎 請他看看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們班上能夠接納他 好不好 好 謝謝你收看 也祝福你交到好的朋友各位 謝謝 謝謝 孩子啊 有時候我們退步海闊天空 當別人排擠你的時候 你退步想 搞不好他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或許你的心力會好一點 或許這個時間過了以後 你有不同的想法 其實我國中的時候也有拍幾個同學 可是我不是真的討厭他 所以我跟他說對不起 以前我個性很孤僻 然後不擅長跟任何人接觸 那現在我已經學習到了 就是你要先懂得去付出 別人才會去接收到你的善意 所以就是以後我會繼續去表達我的善意 讓我的人際關係變得更好 謝謝 爸爸以前的事情都忘記了 在學校的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 你現在已經長大了 希望你現在就是用現在的心情去 把以前的事情忘記 看你這樣的表現 爸爸也很欣慰 希望你好好的加油 以前不懂事啊 可能就會跟著同學一起去排擠 某一些同學 可是其實就是 你如果了解他們 其實他們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不好 對啊 然後就是你要告訴那些排擠 他們的人就是要改 就是試著接納人家 不要一直排擠他們 國中時期因為個性很重 加上又不懂得察言觀色 所以容易引同學 嗯 不喜歡 所以有遭受到排擠 後來是因為媽媽的鼓勵 跟加上自己又主動去參與一些社工活動 發現其實不應該這樣子的 所以呢 努力改善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好 因為我之前的個性比較 就是 同學如果講話的話 我也不知道前因後果 然後就會去很衝的去 反駁人家的話 然後我現在會仔細去聽別的同學說 看是他們在講什麼 等到他們講完 我再去跟他們溝通說 為什麼要這樣講我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人緣有比較好一點